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街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朋友问我们会不会开一些关于DJ或者网络训练的一些课程 这个酝酿的时间过了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遇到很多延坏因素 例如有雨伞革命或者一些过去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觉因为观众的要求相当的强烈 所以我们都决定在今年的2015年6月5号开始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有几位导师的 包括我自己 包括玉文和陈凯琦 事实上我自己或者玉文或者陈凯琦都在广播界有相反之长时间的经验 我自己会负责讲一些有关网络制作或者网络管理的一些课程 其他两位就会训练你关于在表述和生性的运用方面 总结来说其实这个课程是相当深入的 课程的时间是有十二课 这个数目包括我讲四课 中文讲四课和陈凯琦讲四课 完成两个课程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会得到一个实习的时间 这个实习的时间是在MyRadio里面我们会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援和陈凯琦 给大家去尝试去做一些你们作为一个训练和我们评估你的一些节目 完成了这个课程之后其实如果那个进度或者这个表现是理想的话 我们会尝试提供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时段给你们去做一些节目 就算你如果不想在MyRadio里面去做一些节目的话 其实完成了这个课程你们自己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究竟做一个网台或者做一个节目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可以吸引到较多的听众和观众 简单来说这个课程不是纯粹为了给支持普罗或者MyRadio的朋友去参与 所有想参与网台节目制作或者网台节目的幕后 或者技术的支援的课程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的 所以我相信想参加的朋友一定会多 那报名呢就打24673088 课程那个时间有限就是那个收生日有限的数是25人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是报读第一期的话就尽快报名 多谢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的的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黄阳达 黄毓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錯過了一點,我們再去淡仔那邊 是不是想逼你出來 不要說一些真話 四個在這裡 今天我給你們杯葛 什麼? 今天我給你們杯葛 你猜這根本事是什麼? Jimmy 在這裡,Jimmy 就是新主持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Jimmy 我想我是在座各位相對比較基層一個 我希望代基層發聲 不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基層 代基層發聲 好了 已經不適應了 人生很強勁 大家對新主持有什麼意見 你只要跟自己講好了 就是這樣 今天講什麼? 其實不想講都要講 其實今天回來 節目前回來說不行 因為部分報紙的頭條都是這件事 六份 六份報紙的頭條 就是講華謬基金 終審結果的 結果是怎樣? 結果呢 就是 根據終審法院的判詞 華謬慈善基金 是將會以這個 受託人而非無條件 等一下 我應該怎樣可以 即是她是敗訴 是的,她是敗訴了 你冷靜一點,我們再次用 不好意思 我九一號 早晨 哈哈哈哈 是的,她在說 華謬慈善基金 是受託人 而不是無條件 獲得愧贈的遺產 即是她不是受益人 而是受託人 她的判詞就是這樣 總括的結果論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即是一個爭產案 爭產案呢 現在去到中審法院 根據報紙所說 陳安樂定 將那個 即是公如心的遺產 最後的結果 將會作慈善用途 這樣 就華謬慈善基金去搞 但是呢 那個 就不是以一個受益人的說法 就交給慈善基金 不敢呢 就是一個受託人的身份 以一個受託方式 就繼續營運這個慈善業務 當中呢 其實涉及了一個點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她講到 就是這個 遺產之後的營運 即是一個基金的營運方式 就以一個 即是外人的人去介入 那她就需要在基金上面 就要拿夠錢 再成立一個獨立的 基金營運機構 基金營運 還是一個監察委員會 她叫做 讓我先找個名字 總之在上面 就head了一個 要有一個監管機構 有一個監管機構在這裡 就監管基金運作 而運作的人 就講的是 跟這個遺產受益 無關的外人 跟著呢 她也提及過很多條件 又說什麼要得高望重 又說什麼骨格蒸奇 是不是 骨格蒸奇 還有什麼有社會地位 這樣 咦你們是找不到 還有他們是要對這個 慈善範疇有深厚的認識 例如醫學 科技 教育 鎮災 社會發展和藝術等等 他們要有這個 管理和投資的技能 是的 他說一個人有那麼多技能 還是 那些人 那個機構裡面 要有很多人 如果我們仔細一點看 看他當年拱如森的遺囑 他當中就寫到明 就說希望在華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他又成立了這件事情 將他的遺產放進去 然後他就說到明 希望交託給聯合國秘書長 中國政府總理和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組成的管理機構 去監管 這樣 現在又提到 希望 因為他們會負責監管他那些 基金裡面的錢 有那麼多錢 希望他們都可以 在積極參與這個慈善範疇 都有很多深厚的知識 譬如說 醫學啊 科技研究啊 各個教育啊 振災啊 社會發展啊 音樂啊 文學啊 以及藝術等等各方面 都可以 認識多些 可以搞好些那個基金的話 嗯 那為什麼會有爭拗的判決呢 其實是來於兩個點 第一就是公平心學為中武經律師 然後就寫到有些不知怎樣 第二樣東西 就是剛才阿淡仔有提到 就是 他希望那個營運的慈善基金 交託給聯合國啊 特首啊 其實呢 就 終審法院的判決就是 喂難 就是比較難實現啊 這件事 那假設在不得的情況之下 那怎樣都依回那個遺囑的意願 其實就是鼓 鼓啦 雖然這樣說 按照他的想法呢 那他最後就 或者一個practical一點的方法 怎樣可以真的把它實現出來呢 practical啦 亦都是按回那個遺囑的想法 那個原意 叫做 去做呢 那最終就是 他的想法 就是 裁判法在判的結果呢 他就會覺得不如找 其實找外人 找一個 找一個 就是跟 有誠信的第三者 去做就最均真啦 這樣說 那其實牽涉到什麼呢 就是牽涉到 他阿公人心就輸了啦 就是 不是成為了遺產的售益人啊 或者他有分 可以營運這個基金啊 這樣說 那這件事就牽涉得再遠一點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的 其實這件事不是太遠的 只是你說一數數到二十幾年前 就是由阿黃德輝被綁架 跟著失蹤 那失蹤之後呢 就承諾大批遺產 那在七年之後呢 就經過法院宣佈死亡之後呢 就開始有這一筆 接近一千億的遺產 開始爭奪啦 那一開始爭奪就是由 郭如森和 老爺 老爺 黃庭音的一個爭奪啦 那經過這一輪的爭奪之後呢 這樣就 郭如森就贏了 那跟著呢 就殺出 過兩年他就過了 過兩年就過了 過兩年就過了 大家都最為熟悉的 就是07年的4月 郭如森逝世的時候呢 就爆出這個 陳振聰有一個 所謂的虛假遺囑的事件 這個情感上的花生 那這個就 相信大家香港人都是非常熟悉 那在這一件事上面 就案件去到2009年的5月 那這個 高等法院呢 就開審 那當時呢 就是 歷了這個40日的審訊 去到2010年呢 那就是裁定了 這個陳振聰是敗訴的 當然 就是 江湖傳聞這樣說 就是說 龔如森之所謂 贏了黃庭音 主要原因就是 後面有力量的法公 這樣 但是呢 你就要答應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可以跟你打贏這場官司 不過呢 你就要 之後你過身 你都要給我 這樣 就是 這樣吧 那就 引來了這麼大的爭吵 之後 其實陳振聰的出現 其實 我正如剛才所說的 情感上的花生 陳振聰應該是 全香港 或者全宇宙來講 他真的相信香港有法治的人 這樣 他真的覺得 覺得有得搞的 但是 講一個 成千億的錢來講 就 不要說這些壞事 這樣 不是講公不公平的 這件事 就是這樣說 之後 因為 譬如你那個遺囑 別人都會問 你有這麼多錢 為什麼你不找律師 搞好一份遺囑呢 這樣 你明白啦 大哥 他都特意不搞好他 其實就是有些走棧位 好了 Anyway 去到今天 阿公仁森就敗訴 之所謂 天地有正氣第二集 敗訴之後 出來接受記者訪問 他拋下了他的說話 說什麼呢 給你看看 你一定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 很簡單 給你八個字 寵慾北京 去流無義 寵慾北京 然後第二話我聽不到 他說北京 對了 關北京事話 原來你們完全不懂裝口音 真麻煩 寵慾北京 去流無義 引經據典 究竟他寵慾那個是 北京 還是寵慾北京呢 之所謂香音 真的有他的社會功能在 之所謂 究竟他真的提到北京這麼厲害 還是根據原意所說 寵慾北京的去流無義呢 這樣 就算好事壞事也好 都處變北京 去流無義的意思 就是在講仕途 官場 或者職位上 去流都沒什麼所謂 之所謂兩就清風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根據報章的說法 就是其實公家 都不少的家庭成員 都進去華貿工作 都支付一個不錯的人工 這樣 但是牽涉到如果之後 其實這個慈善基金 就會交給第三方管理 甚至乎律政司 都有權過問的情況之下 根據估計 就可能 真是大時代 這件事很大時代 就是公家得到的 可能他們有的職位 他們知道的人工 都可能會受到扣減 或者待遇會沒那麼好 甚至會不會好像無線劇 那樣就趕他出去華貿呢 這些就很TVB的做法 所以都對 公心計 真的吃字吃到應一應 真是公心計 是的 再看看這件事之後發展是怎樣 另一方面 另外會有一筆錢 就會預留 其實也是根據公如心的遺囑所說的 就會將這筆錢 可能撥去 類似諾貝爾獎的模式 中國式的諾貝爾獎 非常之偉大的 首先 他有沒有說 遺囑的原寫 原文是怎樣寫的 淡仔有 找到原寫 你那份東西收嗎 原文 找到原文的遺囑 但是淡仔不想理你 原文那裡就沒有這麼exactly 就說要成立什麼獎的 現在說成立那個獎 其實是中院判了出來 是的 就說希望那個基金 那個董事 就是現在這個華貿慈善基金 這個董事 和這個律政司全面合作 就商討一個管理那個慈善信託的計劃 再交給高審 審判這樣 而這個計劃呢 暫時來說 就有兩個目標的 那麼 那麼首先呢 就其中一個呢 就是說要是一個 才德兼備的人士 組成一些管理機構 並且界定他們的職權範圍 以及成員資格 那麼 那麼基金呢 就要在那個管理機構 監督之下運作 那麼另一點呢 就是剛剛 我們提到那個 關於獎項的問題 那麼他就說呢 要設立一個 類似諾貝爾獎 那樣的中國獎項 那麼這個獎項 那麼這個獎項呢 不不不 不是圍捉社的 是他現在定這個計劃 現在定這個計劃 對啦 因為我有些奇怪的就是 是不是公余心在生前的時候 講得明白 要成立一個類似諾貝爾獎的模式 但是就放在中國那裡 還是放在香港 還是 還是都是給全世界都可以提名的一個獎項 這樣而已 所以我就想問 你們有沒有原文在手呢 這樣 那個原文呢 我就剛才這樣看下去呢 雖然他比較猛 但是我就不太看到有 有關獎項那個事宜 就只是看到 這個信託計劃就有提到這個獎項 這樣 現在關於這個獎項的說法 這個是 諾貝爾獎形式的中國獎 他說到 這樣呢 一個監管的成員 很厲害的品格 經驗 以及判斷 都是這個 要不受非議 當中的獎有很多 包括了這個醫學獎 科學研究獎 教育 救災 音樂 文學等等 他已經訂了什麼獎 啊 他又 一系列列出來 淡仔可以嘗試競逐這個音樂獎 有些都難道 但是他中國的關於差事嗎 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他說 那個獎項要能夠進一步 提升中國的國家聲譽 這一點其實都挺難做到的 要提升中國的國家聲譽的話 有幾百億很難說的 這個世界 他將他推到諾貝爾獎的水平 很厲害 不是 高字都可以起到 所以就是因為 這麼大的錢 錢大到這樣 是 就是 法律面前 這樣 真的難搞些 我覺得 這樣 天地有正氣 你之所以這樣講 但是講這個獎 他現在是要 要找財德兼備的人 去領導這個獎項的頒法 是不是 對 找新城做 很重要 找新城做財政 散了錢的 要不然就做孔子和平獎 都是推上去 頒給普京連戰算數 這樣 這樣分了兩批 那 照報章說 應該不會再 有得再打的了 這個千億遺產案 破天荒 沒有一個信託文件之下 做了一個信託 這樣 現在很可能 就是由律政司去親自過問 有可能這樣 或者有需要時 就會去過問這個 過千億的信託 的慈善基金 這樣 但是過往這個慈善基金 沒什麼做過慈善的 原來 那就真麻煩了 當然過往最大的支出 就是拿去打官司 這個基金本身的內部運作 那及後是怎樣呢 其實就不知道 或者他們所謂的做慈善 慈善遲了去哪裡呢 是遲回重慾的北京 還是香港呢 因為現在說的都是一些目標 之後都要 其實重點都是 他們要成立了基金委員會 然後才可以再想怎樣做 所以現在全部都是 未知之數 所以最大受益的人 就是搞基金會那班人 沒錯 幾時請人啊 Fundraiser 我寫工來 我懂Fundraiser 所以 搞一搞 撿回十萬八萬都好 我這些不是賺大錢的 賺小錢就算了 有不敢的錢出來 有單的小生意 之所謂 再看看是怎樣 好 這個其實就 不講不講還衰講 因為大部分的新聞頭條 但主流傳媒還主流傳媒 其實這件事 如果昨天你上 你一向報在網上 你是不知道有這件事發生的 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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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最大件事是甚麼 當這個情感發生完結之後 大家都沒有怎麼理過 昨天主 你又說得對 又這樣說 爭產案 就是王庭欽和龔如心爭產的時候 其實是我媽媽那代留意 我媽那代就會以一個媳婦的身份 去代入這個事件 去到陳振聰這段就不是了 大佬 這個發生得 佔環 屠古正 這個真是很TVB 去到這個唐心風暴形式 大家非常關注 不過這也是一個邊 其實如果以整件大的事去看 陳振聰這件事殺出 我又覺得 都是邊皮的一個小插曲 但昨天說網料來講 比較受注目 其實昨天差不多是由早上說到晚 是說到不止推上報的 是推到各大報章 即是東方蘋果 有線明報 都有在他們的網 或者之後 今天報紙也有再報 就是講頭盔的 這樣 又要威又要戴那個頭盔 那講的是甚麼呢 昨天如果你們有上Facebook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應該有見過一張相片 那張相片 現在我們都放了出來 那張相片就是講 有一個警察 有一個鐵騎士 一個鐵騎士 那個頭盔 一個鐵騎士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白色 寫著吃螺絲 今早就是這樣 我要講完 我要繼續努力 是的 那麼那個頭盔上面 英文就不是寫警察 不是 你吃螺絲答嘴 阿淡姐還要堅持答嘴 你讓他 他把我踩一腳下去 但不要緊我繼續放下去 我再講 是的 早晨 不要吵 是的 那講的是那個頭盔 為甚麼會 警察變成了賤賊呢 教你怎麼讀 怕你不會讀 那樣 那幅圖 假設你只聽聲音的話 其實警察的頭盔 所以那個白色頭盔後面 應該寫著 警察 警察 但是昨天 在科林上面 在高登上面看到 又或者在Facebook上面 在那裡 小心 駕駛 在豁湖討論 變人革犀態度 那個谷裡面 你都會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看到頭盔裡 很有趣 警察 就是寫著警察 但是 原本應該寫著英文 Policy 那個位置 就不見了寫著Policy 就變成了J-I-N-G-C-H-A 那就是賤賊 變成了大陸的普通話拼音 然後就引起了一個 都相當熱烈的討論 在那裡說 為甚麼你用大陸做的頭盔 都已經算數了 那麼利用而已 但是為甚麼你的英文 會不見了 變成普通話拼音的呢 那這個呢 昨天都相當熱傳在網上 那就傳到 主流傳媒都報了 因為其實是驚訝的 驚訝的地方就是 你那個是政府物資來的 那麼政府物資照計都是統一了的 那麼在統一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是在執行的 就是理論上 因為這個是公關 這個是一個形象的包裝 那麼其實現在很流行這些 這樣的可能是一個設計的package 其實都是一套去設計的 包括你說警察也好 你說一些其他制服團體 公司也好 都是一套 譬如你開一間公司 譬如《雨時報》 你所有這樣的品牌包裝 其實是全包的 你的logo 你不只是做了logo 就是拍拍屁股的 可能包括你的memo紙 你的信封 你可能其他的制服 其他都是包裝起來 這樣才叫一個package 所以照計的話 你警察所有的東西 尤其是 他前陣子的 身制服也好 其他的設計 照計都是同一套包裝包起來 那為什麼無端端的 頭盔又會有錯的呢 還要是錯到 變成一個普通話的拼音的呢 這樣就引來懷疑了 但是網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評論 講這個普通話的拼音呢 其實昨天 剛剛爆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半信半疑的 因為不知道哪裏出處 以為是惡搞來的 是不是假的呢 那張照片 就是昨天我上高燈 我看到的時候 我還在想 會不會人家Photoshop 現在都證明不了 是真假的照片 因為上載者就說 其實他那張照片 是他的朋友在東涌拍到的 那就是有人不戴頭盔出來 拍了一件事就說是真的 那接著在同一個group 同一個post下面 我們找找找的時候 就找到另外一張照片 就說原來2011年 都有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又是被人拍到那張照片 這個頭盔真的戴了很久了 可不可以放大多一點 我看不清楚中間這些字 那你就會看到不同的角度 都是戴著那個白色頭盔 看到那個款式 白色頭盔 看到那個款式 那就應該都是同一個款式 那你就看到 上面也寫著警察 下面呢 那個賤字就不太看得清楚了 但是後面呢 但是渣字 那個渣字 那個拼音 就很明顯在這裡 再配合隔壁那些藍色的格子 就是抄LV的格子 那我就相信應該是同一個頭盔 而這樣就證明了 其實他這個頭盔可能都在這裡一排了 一一年了 現在這張照片就告訴你 一一年已經戴緊了 我們已經是漸渣了 這樣 那這個難 因為有第二張照片的出現 你就會想這件事 是不是單一的事件 還是 一定是大批入貨的 這件事 因為 譬如今早我節目前都討論 我還沒看到有另一張照片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是覺得 你首先會覺得這張是真相 這樣 如果這張是假相 沒有值得討論的空間下去 那其實昨天為什麼會再 在晚上的時候再引發更大的討論呢 就是有線有個報導 有線也報導了這張照片 他簡單一句 就說據了解是警員自己貼上去的 就遮了POLICE這個字的 當然這個只是據了解 之所謂據了解這些東西未必可靠 之所謂蕭先生說的東西就是不可靠 不是蕭先生就是蕭先生 蕭先生 蕭先生就是蕭先生 蕭先生就是蕭先生 就是貼上去 但是我這樣再看另一張照片 或者兩張照片比較 我的感覺又不像是貼上去的 我第一件事想的就是 這件事不是臨雪跌槍事件 你自己不見了 你沒有看PTU 你沒有看PTU 你沒有看PTU嗎 你嘗試出街 你把兩隻手插一條腰 可以了 托著在腰帶那裏 我最初就懷疑 是不是有個警察 不見了頭盔 可能吊雞之後 放下了 又不好意思快拿 因為沒有付錢 那沒辦法了 唯有淘寶一個下來 淘寶了有POLICE版 和潛渣版 但是你知警察不懂英文的 都不知道誰是對的 隨便的 他不把浦文放下來 已經算好了 澳門施警 這樣 塗了普通話下來 我猜是這麼猜 其實這個是最合理的 今早我也認屎認屁這麼說 我覺得這個最合理就是 你不見了頭盔 接著就在大陸淘寶 或者你去買一個 買一個多難 其實現在大陸的警察裝備 已經跟香港好似的 或者大家都趨向一個 某一個國際標準 可能是這樣 其實制服的東西不是GOTEX 自己是3M的 這樣 塗一個下來 或者拿一個下來 你套上去 可能他連打過自己 都不知道 原來有出入也不行 這樣 因為沒有看到英文 好了 但是接著不是 你又出了 之後在那個 小心駕駛的專頁裡面 又出了一張照 有人說不是的 我之前也拍過一張 後面已經是賤渣了 已經這樣 那 另一個懷疑 當然這兩個頭盔 就是同一個頭盔 如果是 都可能還是懷疑 有人跌頭盔 去買同一個人 是4年 他都發現不到自己寫錯字 搞了這麼多年 他的同袍都發現不到 對 是不是有心 就是你要明白 就是他戴著 他戴著在他的頭後面 他看不到 就是他看不到 他後面那個警察看不到 才搞笑 不是 可能看到然後 為什麼這個是特別版 那麼漂亮 是啊 藤元浩Fragment Crossover 這樣 我你很想要啊 限定 你看有個閃電 有個圓圈立著 他還有很得戚 我才有 那他也叫他看到 那很明顯就不覺得 但是如果另一件事 他不是同一個的話 那他就同一批入 有可能就是同一批入貨的 那同一批入貨的情況之下 那通常這些 你用常識 入貨 你不是買頭盔 是已經燙了字 你買球衣就知道了 你之後才燙字 一般來說 不是NBA那些 那你買完頭盔 你之後才落訂 有什麼拉花的 那你就之後才拉 你可以拉一個集架灯 可以放在那裡 又可以的 然後發掘到教車又可以 那你就才拉 那你才貼那些字上去 那你才 那你才 簡印些什麼字 那他就是做admin的那個人 打錯字而已 他沒有看 他說 哎糟了 就是採購merchant的那個位 沒有的 不知道是貿易公園處 還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他上司跟他說 我以辦公室常識說 上司跟他說 那個頭盔記得 警察下面有個英文譯音 然後他就上去 Google Translate 真的有個英文 就譯了 然後譯了 警察英文是什麼 字不查 那樣 就照打那隻字 然後就傳上去做圖 A.I.O.L.I. 然後出來就印 印得對嗎 看起來沒錯 我英文這麼厲害 一看就知道是對的 然後就照印 如果這個是印一批就麻煩了 這件事沒有什麼 只是推上報 到今天警方都沒有回應 就是沒有回應 那個頭盔是怎樣 但是你猜警察會不知道嗎 警方高層或者警民關係科 那些人都起碼懂少少英文 然後現在我覺得裡面都頗為慌張 這個東西東沖發言 大嶼山那邊的環頭 那你再深入看樓 我就懷疑是有一批 我 因為其實 我是見過這一類型的英文 我當初試過做旅行社帶團 我去到大陸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即是新疆 我去過一個加油站 即是油站 他有個牌寫著請色火加油 即是你先識了時先 你加油 那他下面就正正寫著英文 他寫著請思火加油 那這個是 那我當時我就在想 其實這些字是給誰看的呢 如果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懂中文的 那我不會看那些拼音 那如果我是鬼佬 我看到什麼叫請思火加油 我又不會明白的 可能是給小孩子學拼音 可能是這樣 好像那些遊樂場設施 大陸是這樣的 其實來有這樣說 不只是這樣的 擺明就是在大陸訂的一批 我覺得 他應該是一批這樣訂下來 我覺得大陸訂 怎麼說呢 這個比喻不match 我想說 譬如大陸有他的做事模式 他的做事模式就是沒有模式 他那條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的路字 一個是路的譯音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你是咬他吃的 你是南路是南路也可以 是南路也可以 是南路也可以 就是他們是亂來的 他們是不統一的 但是這件事牽涉到香港 那如果我在於好人的立場 我當然希望個別事件 有個警察自己不見頭盔之後 逃我下來 但是如果不是真的這麼搞笑 你出來說 不是我真的入了一批 賤貨 賤貨 賤貨的 但是品質就沒有分別的 撞落地都是不死的 撞出來看 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入了一批東西是真的 就是 入了一批賤賤貨 然後現在呢 全部任達華上身 摔掉他 全部拿手指弓 死摔爛 然後我現在懷疑大批民職 警察的民職現在就在 拿個牙刷就不斷摔 他會摔 又加水 加客氣 不斷摔掉那個警察 寫回警察的字 應該就是這樣 但是 我看看今天有沒有交代 警察那邊 希望大家出街都留意一下 究竟那些天氣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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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大白小白小小白 什麼小三盒 什麼都出來了 有這麼長鏡 什麼鏡都出來了 就對著那些死人交警 這樣就一直對著 你看看你的 交界的時候看著 那些人 蛇紮司機 一路拿車一路 擺著相機在那裡 我相信 蟹鉗就會拍張出來 放在Facebook 他現在很努力的 好 那就暫時到這裡 我們第二節回來講 一地兩腳的問題